大家好,欢迎走进小明硕电影 罗必汉是英国民间传说中的英雄人物 人称汉定顿伯爵 他武艺出众,机智勇敢,仇视观力和教室 是一位劫富鸡皮,行下仗义的陆林英雄 罗必汉最突出的就是射箭技术高超 直到现在,射箭比赛中仍有一个术语叫做罗必汉之机 意味射中另一只以射中靶心的剑,并且将剑身一分为二 这正是对罗必汉精湛剑术的真实写照 从十二世纪中叶起,关于罗必汉的传说开始在民间流传 十四世纪,有关罗必汉的故事首次作为文学作品文士 此后,不但有作家以此为素材,写出了众多筷子人口的作品 侠道罗必汉,就是法国文豪亚历山大重马在前任基础上创作的作品 到目前为止,罗必汉的传奇故事被拍成大大小妖的影视剧不下于十部之多 甚至还被改变成了游戏 而今天要讲的就是1991年,由凯文·雷诺兹指导 凯文·科斯特纳等主演的动作片《侠盗王子罗必汉》 该片于1991年6月14日上映 本片赤资4800万美金预算 最终获得全球3.9亿美金的票房成绩 更获得第64届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提名 第45届英国电影学院奖最佳男配角 800年前,英国国王诗心王理查 带领第三次十字军东征 要向土耳其人讨回圣地 从军会下的英国贵族几乎没有人安全返乡 戏院11994年耶路撒冷 罗必汉被关押在东方一个黑暗恐怖的牢力 在里面生活了5年后,一次偶然的机会 罗必汉杀死了看守凭解救了两个难友 获得了宝贵的自由 期间一个育友被追杀的士兵射中了后背 临死前,叫罗必汉把遗物交给他的妹妹玛雷亚 而另一个兴奋的难友默仁亚森 则为了报答救命之恩 仅仅地跟随在了罗必汉身边 4个月后,两个人长度跋涉终于回到了家乡 罗必汉远离家乡很多年 他知道远离家乡及亲人的感受 回家的途中,一个孩子因非法打猎,被一群士兵围攻 为了解救这个被追杀的穷孩子 罗必汉杀死了军长的手下,并得罪了军长的表弟 这件事结束之后,罗必汉还喋喋不休地责怪亚森 在我以役敌礼的时候,你却在那里祷告 其实早在罗必汉回家之前 残忍的军长一用信奉魔鬼的罪名 致死了他的父亲洛氏丽 并且还把管家邓肯的双眼挖去了 女巫还占卜了这两个人的出现 就是他们的末日 罗必汉埋葬了父亲,只能离开自己的庄园 他发誓要为父亲报仇 当他来到那友的妹妹国王的亲戚玛利亚庄园时 玛利亚却还把他当作少年恶少修理了一番 罗必汉把他哥哥的遗物给了玛利亚 他要信守承诺替他的哥哥保护他 但玛利亚唯一的印象就是烧他头发的小流氓 罗必汉回答道 这几年的征战及牢狱生活已经改变了我 没想到军长的表弟又带着士兵追来了 在逃避他们的追杀中 罗必汉与亚森躲入了十五多森林 而追杀他们的士兵却不敢进入 他们害怕森林利的邪灵 在那里他们遭遇上了一伙穷人强盗 一番冲突后 罗必汉以自己的应用感染了他们 并且把徽章还给了罗必汉 还与他们成了好朋友 这个森林利的所有人都和罗必汉一样 都是罪犯 他们无路可走 只能在这里避难 于是 已成了被军长通缉的罪犯的罗必汉 放弃了贵族的身份 开始组织这批走投无路的农民 进行操练 来反抗军长的残暴统治了 罗必汉带领大家练习射箭 用大自然森林利的资源 执着武器 诺丁汉军长 还宣赏他的手机 只一百金币 罗必汉混进他的脑巢 还把他的脸划破了 这使得诺丁汉军长到处寻找他们 并绍光了很多村长 此后不久 十五德森林成了贵族夫人们的地狱 其一的农民军 在不斩的时间里 抢劫了无数财宝 还让自己的手机 由原来的悬赏一百金币 直接涨到了一千金币 其中包括 军长企图用来收买人心 以谋仓位的一大箱金钱 军长知道这个坏消息之后 一怒之下 就杀了他的表弟 饥饿的农民们 飞向着胜利的果实 他们更为爱戴年轻的领袖 罗宾汉了 一次马利亚 偶然经过舍户的森林 并遭遇上了农民起义军 在罗宾汉口中 他获知了 军长企图仓位的阴谋 在这次短暂的接触中 他已看到了一个崭新的罗宾汉形象 并对他也渐渐产生了好感 他们当中有一个难产的孕妇无法生产 亚森利用他在马身上动的手术 用在了孕妇的身上 并且母子平安 这个外来人 更是得到了难民的热烈欢呼 沉袭中的密林 雾碍沉沉的河畔 既朦胧又古典 非常适合表白 在这期间 罗宾汉喜欢上了玛利亚 玛利亚也喜欢上了他 屡次遭解 却又逮捕着罗宾汉的郡长火冒三丈 他又去向女巫求救 丑恶印度的女巫 指点他 尽快雇佣野蛮人 去十五的森林 围歼农农民起义军 并让郡长去劫尘玛利亚 并与他结婚生子 以便名正言顺的抢夺王位 惨疤的郡长带人围住了森林 他们用火猛攻农民军 一场激战后 农民军寡不敌众 不速废训 回到城堡的郡长一面独打农民军 并四处寻找罗宾汉的踪迹 一面应用捡来的罗宾汉的敬恋 谎称罗宾汉已死 去诱骗一被劫持的玛利亚 被动的玛利亚 在无奈中被迫答应与郡长成婚 逮得到郡长 准备在其成婚典礼上 吊死那十个农民军 这一消息 被威尔向上层的罗宾汉等人 道出了实情 然而威尔还有一个秘密 他还是罗宾汉的同父异母的弟弟 罗宾汉再也不是一个孤单的人了 这个世上他又多了一个亲人 于是他们七个人 开始组织谋划 准备行动了 罗宾汉他们 混入守备森严的郡长城堡 在执行调刑时 他们突然行动 令敌人措手不及 马利亚看到罗宾汉还活着 拼死不厌与郡长成婚 凤狂的郡长 企图曹操举行结婚仪式 并企图强奸玛利亚 危急中 罗宾汉赶到 一番博德后 他终于杀死了暴力成型的郡长 并率领平民们 攻下了整个城堡 罗宾汉和农民起义军们 来到舍五德森林 在修士正为他和玛利亚 举行的结婚典礼上 国王理查出人意料地赶到 他当场冲作主婚人 在众人的欢呼声中 祝福俩人永远幸福美满 罗宾汉的故事 在西方几乎像孙悟空和水狐站 在中国一样驾驭互晓 罗宾汉的故事 一共拍过17个版本 最早的是1912年的罗宾汉 1913年 1922年 1973年 2006年和2018年 都拍过同名电影 1922年 费彭克主演的版本 乃默片之精华 罗宾汉是勇敢的象征 他不惧怕军长的军队 鼓动山民联合起来反抗 只剩一人进城堡 打探情报 还要从楼上飞下来 破窗救公主 激动人心 他又富有智慧 进城不忘 拿起一坨马粪抹在身上 首次的视频 文件就躲得远远的 摩根弗利曼 饰演的亚森 是智者的象征 经历过很多 对一切早已看透 他在萧生庚的救赎里 也是这样的角色 电影里还架杂着一些幽默 萧恩·卡纳利 在片中饰演的 《诗心王》里查一事 只用了两天就完成拍摄 获得25万美元片酬 但他全部捐给了慈善机构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